早餐对人来看到最近在网络上这个女主播爆红了 为什么 原来她在念医疗新闻的时候 整个爆笑扑斥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带您来瞧瞧 先前中部地区有一名30岁的男子 他因为工作时从高处跌落 一则严肃的新闻 这个女主播怎么播到了一半 扑斥笑场 疑似遭到尖锐的物品勾到下体 一颗搞完竟然掉落在地面 不行不行 先安居再来一次 一颗搞完竟然掉落在地面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变得实在好苦好不容易第一关怕死 结果第二个挑战又来了 但是男子仍然希望将搞完送回原来的地方 我老阿阿你 大口深呼吸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哎呦最后又因为这一句破功了啦 经过数小时的精密显微手术 终于成功将男子的搞完送回鸟潮中 我恨你 撰稿的记者字字句句写的实在太生动了 惹得女主播笑倒在主播台上 这段影片也一串时时穿白 把网友逗得哈哈笑 还说这个女主播说不定会红上CNN 他那些说终于成功将男子的搞完送回鸟潮中 幸好这则医疗新闻是采预录的方式 否则现场Live播到一半频频笑场 那可求大了 终于光与的徐一龄台中采访报道